近年来,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,黑客也越来越成绝。 对于一些大型的网络平台,一旦被黑客攻击,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 一些用户信息比较多的平台,如果遭到黑客攻击,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损失,还包括信誉和客户。 作为最大的立场平台,很少有传闻阿里巴巴被黑客攻击。 这是为什么呢?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 一方面,黑客的攻击成功率低,阿里巴巴很重视网络安全问题,投入大量资金,引进很多国内外的网络技术专家,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。 同时,阿里巴巴的硬件条件非常好,建立了复杂的防御工程,硬件加上软件造就了双重的防护。 很多黑客单凭自身的经济实力无法具备这种硬件优势,而为了攻击一个网站去升级自己的设备也划不来。 另一方面,黑客也不想这么做。首先,是黑客的自身硬件不如阿里巴巴,为了攻击阿里巴巴去升级硬件设备,经济不允许,而且违法的成本太高。 其次,要是自己真的有能力攻击成功,还不如直接去阿里巴巴求职,这样赚钱更稳定而且不用做违法的事。 最后一点就是,即使阿里巴巴被黑客攻击,但自身的攻关强大,对外封锁信息,很少被公众所知。 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,在强大的安全防御系统的基础上,黑客入侵的事件会减少是必然的。 而且像阿里这样的巨头,很多黑客也是不敢惹的,如果攻击随时有进去的风险。 总的来说,网络安全是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难题,不仅关系自身的商业秘密,也关系客户的隐私。 阿里巴巴在黑客防御方面还是获得巨大成效的,阿里巴巴的经验也值得很多企业学习。 好了,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。